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第一时间的同时呢 主播包蕾将会在两大新媒体平台同步进行网络直播 欢迎大家搜索第一时间或者是聊事第一时间来进行节目的互动 参与我们节目当中 好的 首先来看一下今天节目将会有哪些主要内容为您呈现 第一时间今日关注 省农业农村厅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持续普及防疫知识 提高村民防护意识 一传102人 吉林省出现超级传播现象 背后原因何在 冬天里的一把火 使养8人小分队24小时保证封闭区域居民供暖 打着贷款的幌子挖坑等你跳 贷款离鬼趁易出没 影响休息怀恨在心 老人毒杀22只狗后被判刑 暖心举动救人一命 男孩过马路险被撞 交警不顾个人安危 飞身挡在车前 好的 接下来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让我们连线等候在室外的主播刘欣 早上好 刘欣 方亮早上好 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外面的感觉怎么样 冷不冷 好 要说今天在户外的感受啊 那必须得形容一下 那是真的冷 早晨出门的时候啊 差点被冻成这个冰棍 现在呢 沈阳的户外温度呢 是零下11度 但是是因为现在早晨6点半已经刮起了4级左右的北风 所以说这个北风现在刮在脸上啊 真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冷 大家早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同时 也做好保暖的工作 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今天可能是这一周沈阳最冷的一天了 咱们来具体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全省范围内基本上都是晴天 虽然说天气晴朗 但是呢 全省范围内的主导风向都是北风西北风 而且白天呢 各个城市都会刮起4到5级的这个西北风 所以说这个会增加大家这个感受到寒冷的这种感觉啊 那温度方面呢 今天白天各个城市的最高温度都会在零下10度左右浮动 那到了夜间的温度呢 就会更低了 大部分城市的最低温度都会围绕在零下20度左右 但是像腐顺啊 甚至会达到零下29度 所以说大家晚上啊 能不出门 尽量还是别出门了 等到了明天的话就开始升温了 而且这个升温的幅度呢 会在6度左右 而且风向会来一个转变 会转变成相对温暖的西南风 等到了后天各个城市会转变为多云的天气 另外 后天白天在辽阳 铁岭和沈阳呢 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雪 但是降雪的规模不是很大 会有震雪到小雪这样的级别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沈阳现在户外实施的天气情况 现在刚才已经提过了 现在沈阳户外的温度呢 是零下11度 但是因为现在这个北风已经刮起来了啊 大家通过这个哈气应该能看到吧 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啊 达到了四级 相对湿度呢 是43% PM2.5指数呢 是27微克每立方米 空气质量优 虽然说现在的空气质量比较好 事宜晨练 但是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 好 这一时段的天气 咱们先了解到这儿 好的 刘昕 赶快进屋暖和一下啊 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疫情方面的最新消息 1月17号的0点到12点 辽宁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至于出院一例为沈阳市报告 另外呢 日前省农业农村厅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明确要全面掌握常态化防控和应急防控的基本措施要求 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落到位 通知要求 各地要通过大喇叭 调服 流动宣传车 微信群等多种形式持续普及防疫知识 提高村民防护意识 倡导村民养成勤洗手 长通风 使用公块等习惯 提倡节庆文明新风 不摆宴席 限制家庭聚餐规模 引导农民白市减半 红市缓半 要求农民少串门 少走动 农村生活垃圾要日产日清和无害化处理 倡导在外地就业村民和本地就业的外乡人 尽量留在所在地过年 要对外地进村的流动人员实施登记 确保外来人员信息可追溯 各级农业技术推广部门 要改变传统的集中培训观摩指导等现场服务方式 利用电话 视频 微信等不接触方式 做好技术指导服务 防止人员聚集 通知指出 即将到来的春节 正值农产品集中上市期 设施农业生产高峰期 春耕生产备耕期 各地要提前组织谋划 确保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不受影响 各类农产品供应充足 本台报道 疫情防控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他律 更是需要每个人的自律 经过大连市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总指挥部的批准 高新区 陵水街道 大有田园社区和金浦新区 光中街道 红旗社区自2021年1月18号 也就是今天的零点开始 解除封闭管控 解除封闭管控的社区军民在解除居家隔离之后 要按照解封不解房的原则 认真遵守当地政府的防疫工作要求 另外 在17号的下午 北京市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1月16号的零点到24点 北京市新增两例本地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都是之前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其中一例病例被集中隔离20天之后才被确诊 这名患者男34岁 现在住在顺义区望泉街道 是金马工业园区某公司的员工 2020年的12月27号 他作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在这个期间多次进行核酸检测 但是结果都是阴性 在今年的1月15号 他出现了咳嗽 咽干 腹泻等症状 再次进行核酸检测 这回结果为阳性 1月16号 他被确诊为确诊病例 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那这个病例已经在集中隔离点 进行了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初步判断属于无密切接触者 针对这次病毒潜伏期超长的特点 北京市决定对结束14加7集中医学隔离 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继续实施7天居家医学观察措施 观察结束当天核酸检测结果称阴性 才可以解除隔离 近日 北京市疫苗接种工作组 汇同市商务 邮政等很多部门 协调了美团 京东等平台 组织外卖小哥 快递小哥 开展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 记者在北京天潭附近 新冠疫苗临时接种点看到 现场医护人员正在为外卖服务人员 进行疫苗接种 前来接种的接种人员按照一米线排成一队 进行扫码测温后登记 随后根据工作人员指引 分别进行接种 接种完成后 需要观察半小时方可离开 您的年龄 没有 跟我说一下 半个月之内打过其他疫苗吗 没有 感冒发烧其他不舒服有吗 现在没有 近期国内疫情出现反复 外卖小哥 快递小哥依然不辞辛苦 冒着严寒为市民服务 临近春节 很多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主动放弃回乡团聚 坚守岗位 外卖小哥王潇告诉记者 他每天要送50多单 工作13个小时 每天接触50多个家庭 听说安排他们接种疫苗 特别高兴 工作起来更踏实了 一家电商平台负责人表示 他们也号召广大外卖员留在北京过年 将更严格的落实防护措施 不断增强防护意识 为千家万户做好快递服务 按照应接近接的原则 北京市结合实际 进一步细化重点人群范围 采取行业和属地有效衔接的方式 摸牌接种人群 增加接种点位 延长接种服务时间 增派接种工作人员 有效提升疫苗接种能力和效率 外卖小哥的安全有一个保护性 然后我们也是尽量的 尽可能的安排来给他们进行接种 只要是你有接种意愿 只要是你在这个行业里边 我们统杀来说应接紧接 北京从2021年1月1号起 全面启动重点人群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全市共有疫苗接种点205个 配备预防接种人员8700多人 组建市级应急接种队伍66支 截至1月16号24时 全市已有170万人接受了疫苗接种 截至1月17号的14点 本次疫情吉林省累计报告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例 无症状感染者80例 集中长春市报告确诊病例10例 无症状感染者18例 通话市报告确诊病例24例 无症状感染者59例 松远市报告无症状感染者3例 另外17号吉林省公珠岭市 通话市长春市 先后通报17个地方 升级为中风险地区 同样是在昨天下午 吉林省召开了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对疫情防控的相关情况进行了通报 截至1月17号的14点 1月13号这一天 吉林省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3 已经在吉林省直接或间接的传染了102人 那这个人呢 在16号已经转为了确诊病例 对于近期吉林省出现的超级传播现象 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 解释了形成超级传播现象的成因 在各地疫情控制过程中 很多省份都出现过超级传播 或者超级传播者 我省出现超级传播现象 主要是因为超级传播者被发现的时候呢 出于感染的早期 排毒能力较强 在通化室对其生活环境采集的21个标本中 减出16个未典阳性 阳性率非常高 被感染的人员呢 在封闭空间 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环境当中 感染者呢 而且老年人居多 有的有基础性疾病 置身免疫的功能呢 也比较差 吉林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 1月13号 吉林省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3 在16号转为确诊病例 其从事个体营销职业 黑龙江级 近期多次往返于黑级两省 活动范围较广 接触人员多 1月6号至11号 曾在公主岭市通化室 开展4次针对中老年人的营销活动 由于其密切接触者多为中老年人 这次疫情感染人群的年龄偏高 最大的是87岁 平均年龄63岁 同时 赵庆龙还对吉林省 为何多数病例为无症状感染者 做出了解释 我省在出现外省输入病例以后 第一时间开展了这种大肺围的人员排查工作 而且建立起了这种紧急预警机制 所以发现的病例都出于感染的早期 所以目前发现的无症状感染者是比较多的 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 可能会有更多的病例 转为确诊病例 根据赵庆龙的介绍 人际传播在呼吸道传播病例呢 超级传播现象是较为常见的 它是指一个病人或者是感染者 传播导致二代病例的数量 超过基本传播指数的一种现象 防止这种超级传播现象 其实也是有相应的措施的 对感染者及接触者急早管控 减少聚集性的活动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做好个人防护 养成戴口罩 勤洗手等良好的伪生习惯呢 也是消除超级传播现象 非常重要的措施 此次超级传播现象的被感染者 多数为老年人 因此赵庆龙对老年人防控 也给了几点建议 疫情发生期间呢 老年人应该尽量不出门 住单间 尽量保持隔离的状态 单独用餐 不共饮共食 外出一定要戴口罩 每日对物品表面进行消毒 有条件的家庭呢 也要对购买的物品表面 进行消毒后 才进行使用 赵庆龙还介绍 当地将继续按照国家相关要求 发挥新冠疫苗 紧急接种技术支撑作用 指导各地规范开展 重点人群接种工作 进一步建立人群免疫屏障 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1月17号 河北省邢台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 因为检测能力有限 邢台市龙瑶县第二轮核酸检测 这个任务委托给济南 华西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来承担 这家公司收集点负责人翟某 在样本尚未检测完成 未知已完成检测数量和结果的情况下 在1月14号向县卫健局谎报 送检样本全部为阴性 而1月16号又报告发现有阳性的样本 得报之后 龙瑶县迅速采取排查留调 隔离管控等防控溯源工作 并紧急启动了相应的应急防控措施 截至17号的下午2点 龙瑶县报告确诊病例2例 无症状感染者1例 县公安卫健局等部门正在对这一情况 涉嫌数据假报情况抓紧进行深入的调查 根据流调结果 龙瑶县已经对所有的密接者 次密接者进行集中隔离 从今天开始 龙瑶县将会启动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对济南华西医学检验实验业务 实验室业务代表翟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天津的雪糕事件 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的最新消息 截至目前各相关区 共采集到涉意食品外包装 原材料以及生产企业 还有销售铺面等等环境的样本2873份 其中除了金南区报告三份雪糕样本称阳性之外 三份乌克兰进口生产原料乳清粉样本称阳性 河北区报告了一份同批次雪糕样本称阳性 另外其他样本都是阴性的 经过反复核实流入天津市场的涉意雪糕总共有393核 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追回了372核 其他的21核正在追查当中 相关的直接接触消费者以及密切接触者 都已经实施医学的隔离管控 首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 好 接下来我们稍时休息不要走开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冬天里的一把火 使养8人小分队24小时保证封闭区域居民攻暖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关注 北京市交通委在15号介绍说 因为疫情防控倡导市民群众在北京过年 非必要情况下不要外出等等很多的因素的叠加 那北京的春运客流将会比往年大幅下降 据北京市交通部门预测 2021年春运期间 铁路民航进出京客运量1342万人次 较2020年下降43% 较2019年下降69% 其中铁路1000万人次 较2020年下降38% 较2019年下降67% 民航342万人次 较2020年下降49% 较2019年下降72% 省计客运量也将大幅下降 按照我们这个春运整个的这个协调机制的教育部门 已经开始了做好这个学生的错峰的放假 放假和错峰的返京的文化旅游部门 我们现在也在提倡非必要不旅游 受此影响 春节期间 北京市内公共交通 公路道路交通量将较往年有所增加 具体来看 地面公交预计客运量2.02亿人次 较2020年上升36% 轨道交通预计客运量2.76亿人次 较2020年上升78% 北京市交通委还表示 今年春节是2月12号 较2020年晚18天 因此春运客流将以探亲流物工流为主体 节前客流相对分散 节后预计将在正月初期 正月15前后迎来探亲物工两个返京高峰 春节临近 最近厦门的不少企业 也都积极地响应留下过年的号召 拿出了真金白银 鼓励员工留下来助力生产 共庆春节 在厦门海仓东湖这家体育机械制造厂 住宿工人们正在忙碌着 这些天因为厂里要赶至春节期间的机械订单 工人们决定响应号召留在厦门过春节 目前这家工厂有1000多名在一线生产的工人 其中97%以上都不是本地级的员工 为了留住企业员工能够在厂里过年 公司也是下大力气提出要发放奖金 带薪休假等等很多奖励计划 目前已经有80%以上的员工都表示愿意留下过年 疫情牵动了很多人的心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当中 有很多坚守的细节也是牵动人心 更是有很多逆行的背影让人无法忘怀 受疫情的影响截止到昨天解封之前 沈阳市黄谷区部分小区一直都是处于封闭状态的 那在这段时间里 为了保证封闭区域的居民正常生活 燃气 电力 水务等部门全力保障 其中这供暖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要环节 沈阳北方联盟热电有限公司 相公中心站正好是处于封闭区域当中 那中心站的8名成员组成了这个区域里的 24小时互热小分队 中午11点 站长李威接到报修电话 沈阳市黄谷区化工小区居民楼内 出现暖气漏水现象 李威和其他队员迅速穿好防护服 戴上面罩和手套 拿着工具箱前往事故现场 李威是沈阳北方联盟热电有限公司 相公中心站的站长 从去年的12月27号开始 他和其他7名队员就一直坚守在封闭区域内 临时搭建的床铺宿舍成了这8个人的小家 每天李威都会和公司同事进行视频连线 一方面汇报工作 另一方面公司也要时刻掌握 他们在封闭区域内的生活情况 通过视频我们见到了这支互热小分队 一边牵挂着家里 一边守护着一万余户家庭的温度 像这样的漏水抢修工作 他们平均每天要有三四次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深更半夜 只要接到报修电话 就会第一时间赶到 我们有时候凌晨三天都中暖气管爆裂 就是全体都出动 因为暖气管爆裂以后 这楼道全是水 水也多冰也多 在这延安天气的时候这冰多 就怕这个优势户 老百姓在楼道里滑得好 除了保证用户正常供热 维修人员和用户双方的健康安全更为重要 每天出发去抢修现场前 李维和同事们都要穿戴好防护衣物 维修结束后 还要对用户家中进行消杀 给他们准备了丰富的 充足的防衣物资 现在目前给他们准备了 又一千多套了 其中包括我们的防护服 防护鞋套 防护口罩 我们也每天都在给他们打电话 了解他们这个情况 昨天好消息来了 沈阳重点管控区域内 所有地区都降为低风险地区 重点管控区解封 这支公热强险小分队 也终于迎来了和家人团聚的时刻 这半个多月的工作经历 也将成为他们最珍贵的回忆 第一时间林瑶 富刚报道 疫情无情 但是人心温暖 我们携手并肩一定可以战胜疫情 好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国际方面 首批100万剂由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 在当地时间16号上午 运抵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总统伍契奇奇 卫生部长龙查尔 以及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陈波 前往机场迎接这批疫苗 伍奇奇在迎接仪式上说 这批疫苗是赛中两国伟大有益的证明 将为50万年提供保护 他同时宣布自己也将接种中国疫苗 伍奇奇说 我相信中国疫苗的质量 陈波表示 中国是首个承诺 把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国家 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新冠疫苗 副条件上市仅16天 首批疫苗就已经运抵塞尔维亚 表明中赛两国正携手抗击新冠病毒 目前 塞尔维亚新冠疫情形势仍较为紧张 据当地媒体报道 塞尔维亚已经和多家疫苗厂家达成 800万剂新冠疫苗的采购协议 采购包括中国国药集团疫苗 俄罗斯卫星V疫苗 以及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疫苗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6号的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15号的报告当中表示 去年底英国报告的变异新冠病毒 在今年3月或将成为在美国传播的主要病毒 美国疾控中心的专家认为 这种变异病毒的传染性比最初的病毒要高出约50%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 美国大多数病例可能都会是感染这种变异病毒的病例 报道说 目前美国至少有10个州报告了这种变异病毒的感染病例 截至13号 已经报告了76例相关感染病例 而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 美国疾控中心警告称 虽然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 变异新冠病毒会导致更严重的病例 但是更高的传染性将会导致更多的感染 进一步加剧美国医疗卫生系统的压力 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 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的昨天下午15点22分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了2375万8857例 死亡病例增加到39万5851例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在16号的报道 虽然截至目前去年12月是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一个月 但是按照现在这种情况来看 以目前的形式 今年1月份情况可能会更加严峻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说 美国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连续11天超过20万例 16号这一天 洛杉矶线成为了美国首个确诊病例超过100万的线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今年1月前15天 美国报告新冠肺炎死亡病例超过46240例 已经超过去年12月死亡病例数的一半 12月美国的死亡病例为7.75万例 在疫情严重的洛杉矶线 当地公共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 16号洛杉矶线新增确诊病例14669例 目前该县累计确诊病例数达到100万3923例 超过了另外两个疫情严重地区 伊利诺伊州库克县和亚利桑那州马里克帕县的总和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 近日美国疾控中心建议 65岁以下的吸烟者可以优先接种新冠疫苗 这个举动引发了各方的争议 美国疾控中心的直达意见认为 65岁以下的吸烟者是感染新冠肺炎后 亦出现严重症状的高危人群 因此在疫苗分发早期阶段可以优先接种 按照这一建议 吸烟者可优先于教师等关键职业人群接种疫苗 引发了不少批评和不满 据报道 新泽西州和密西西比州 已经开始为65岁以下的吸烟者接种新冠肺炎疫苗 另有几州已经将吸烟者列入下一批接种名单 但尚未开始接种 不过虽然美国疾控中心出台了指导意见 但美国各州可自行决定疫苗接种顺序 法国公共卫生部门1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当天下午 法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了289万例 较前一天新增了2万多例 累计报告死亡病例突破7万例 数据显示法国当前新冠病毒呈阳性的比例约为6.49% 儿童的检测阳性率持续攀升 并且在1月13号创下了高峰 其中10岁以下儿童的检测阳性率为10% 10到19岁的青少年的检测结果称阳性率为8.5% 好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打着贷款的幌子挖坑等你跳 贷款离鬼趁易出没 影响休息怀恨在心 老人毒杀22只狗后被判击 欢迎回到辽宁卫视正在为您直播的早新闻第一时间 欢迎一起走进新闻下半场 我是包雷 那北京时间7点01分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 下面时间交给刘欣 好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 最新的天气情况 大家通过屏幕也已经看到了 今天全省范围内都是晴天 那么早晨出门的时候 也是感觉就两个字 非常的干冷而且风大 今天可能是这一周最冷的一天了 虽然是晴朗的天气 但是全省都受到了西北风的影响 而且风力较大 各个城市今天白天 普遍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 大连锦州引口复兴 北风甚至会达到5到6级 使这个寒冷的感觉倍增 今天白天全省最高温度都在零下10度左右 夜间的最低温度在零下20度上下徘徊 那腐顺的夜间温度甚至会低至零下29度 好在明天咱们就会迎来升温了 这升温的幅度在6度左右 明天的主导风向也会转变为西南风 而且风力会有所减小 好 气象万千用心记录 咱们来观察一下我们的西藏观察员拍摄的天气图片 首先是第一张 雾松俗称树挂是北方寒冷冬季 类似于双降的自然现象 是一种冰雪美景 是由于雾中无数零摄氏度以下 而且尚未结冰的雾低 随风在树枝等物体上不断积累冻毡的结果 表现为白色不透明的颗粒状结构沉淀物 那今天呢是四九的第一天 在浑河鸟岛大坝的西侧河边 早晨气温还很低啊 浑河两岸的这个湿气可以说是非常的大 于是就形成了玉树穷挂 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景色 颜色 早上晨雾四乳白色的薄纱 眼前的景象如梦如幻 如诗如画 吸引了众多的市民前来观赏 大家要看到的这一张 是我们的安山的机场观察员吕明拍摄的 今天是四九第一天 安山零下十多度 早上的天还是比较冷的 太阳刚要升起的时候 一群年轻人来到湖面上玩泼水成冰 泼水者一跃而起 用力甩起手中的水杯 把盛满热水的杯子从低往高 向身后天空啊 天空上是甩出了一百八十度 无数个水滴沿着弧线向外喷洒 犹如天女三花般的在空中尽情的绽放 看起来就像是无数冰箭射向四面八方 汇出了一幅泼水成冰的美景 那这样美丽的龙东呢 也是给人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好 接下来我们要去本夕看一下 还是说四九第一天本夕依旧是寒冷无比 早晚尤其动人 前几天的降雪 道路上朝阳的地方已经看不到了 这小区里的孩子呢想要玩雪 楼群里广场上雪堆都还在 天气虽然寒冷 周末登山的人 健身的人 赏雪的人还非常多 站在本夕市区最高顶峰这个平顶山 向四周眺望 北面朝阳的山坡 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 向东面望去 群山巍峨 白雪还在 唯一的雪岭呢 是山脉清晰 山坡上的爱爱白雪 在黑油油的原生态森林的衬途之下 显现出了清晰的脉络 纵横交错的山脉 从远处一直延伸到山脚下 山脚下楼宇顶上 大家可以看到是白白的五顶 显得寒气逼人 只有楼体在阳光的照耀之下 显示出了一些暖色 给冬天增添了一些暖意 最后是张武的西乡观察员 杜燕春拍摄的 玉山更野 穷林分岛 一场雪过后 大地苍茫 映衬出了纯净湛蓝的天空 方眼望去 一幅异常寂寥的雪天景致 给人心旷神怡的感觉 而蜿蜒的车折 又让人思绪 浮想连篇 正如雪来的诗当中所言 这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我们再来观众一下 现在沈阳的实时的天气情况 现在沈阳的户外温度是零下11度 外面是一个晴天 北风达到了四季 相对来说比较大 相对湿度43% PM2.5指数是27微克美立方米 空气质量优 未来两天 沈阳都会以晴好的天气为主 咱们来观众一下具体天气预报 沈阳晴零下12到零下23度 大连晴零下3到零下12度 安山晴零下10到零下17度 辅顺多影转情零下13到零下29度 本西多影转情零下13到零下22度 丹东多影转情零下7到零下19度 锦州情零下9到零下17度 引口情零下10到零下19度 复心情零下13到零下23度 辅阳晴零下11到零下20度 铁领晴零下13到零下24度 朝阳晴零下10到零下20度 盘景晴零下9到零下18度 葫芦岛晴零下7到零下18度 沈阳今天白天最高温度零下12度 那在您收看新闻的同时呢 我们的主播方亮也会在两大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您可以搜索聊事第一时间或者是第一时间 欢迎您来参与互动 新闻多角度解读另一面 我们一起来开启下半场的新闻 突然增重啊有很多的理由呢 下面这个应该是最美的一个 近日在浙江杭州 90后的姑娘小鱼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采集 此前呢为了达到符合捐献条件的体重标准 体重96斤的她开始努力的增重 饭量增了还要吃夜宵 半个月里长了近10斤 小鱼说不觉得有多伟大 只希望能够传递善语 这个女孩重的不只是体重 还有在每个人心中的分量 智能时代不能落下老年人 在杭州呢六岁的女孩快快就用自己的暖心举动 拉着外婆向前走 因为和外婆相隔两地呢 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快快就给外婆手绘了一份说明书 这一份可可爱爱的说明书是快快花费很长的时间才画出来的 她希望通过说明师书教会外婆 如何通过电视与她的儿童手表来连接进行视频聊天 智能时代老人该如何跨过数字鸿沟有的时候亲情 真的是一份很好的说明书 守住安全底线 智商也得时刻再现 近日在江苏淮安男子张某到车管所的业务大厅称 哎呀我要处理违章 窗口的工作人员在输入证件信息之后就发现 她出事的驾驶证是有伪造嫌疑 经过民警询问张某承认 这个驾驶证是自己花8300元网购的 但是呢对真假不太放心 就想那我就到车管所来证实一下吧 目前张某已经被移交属地派出所进一步查处 那我们来车管所验真伪啊 莫非是这个卖家承诺说我们支持柜台验货吗 投机取巧不是捷径 脚踏实地才是正道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在广西南宁的一个小区 有业主发现两名可疑人员 在顺着楼梯外面的水管从高处向下滑 当时就报了警 民警赶到现场之后 小区的物业和业主一起配合民警 将两人控制 原来呢这两个人是行窃的小偷 他们随后也被警方带走进属调查 有这个胆量和技术 你说你去做做什么高空清洁不好吗 接下来咱们问顾之心说谷论金 您最近的手机里有没有收到过以下的贷款消息 比如说您有一笔20万元额度的贷款 尚未领取快前往查看 比如说无抵押柠檬桿最快三天就能到账 那是真是假真是难辨啊 有人也因此掉进了网贷诈骗的陷阱 2020电信诈骗骗数盘点 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贷款离鬼趁易出没 贷款离鬼趁易出没 最近有群众反映 贷款信息有点多 真假难辨 刘卓今天就教您绕开陷阱 先来说说贷款的信息为啥有点多呢 最近部分群众因疫情影响 不能按时开工 导致生活压力陡增 为了减缓这段时间的经济压力 他们有人就选择了网上借贷 于是不法分子就顺势推出虚假网络贷款的广告 短信链接等 诱导他们下载虚假网络贷款APP 并以刷银行流水 消除不良记录等理由 诱骗市主转账挥款 这种诈骗手段呢 我们称之为贷款诈骗 有案例显示 周先生是一名个体户 近期生意受疫情影响 资金流转困难 通过网络搜索 周先生找到了一家可提供无抵押贷款的公司 提供个人信息后 周先生就接到所谓的贷款机构业务员打来的电话 对方用专业的术语进行资格审核 还添加了QQ 发来营业执照的照片 电子合同等等 令周先生觉得比较靠谱 随后对方以保险费 激活费刷流水等明目 要求周先生赚款 周先生前后共支付13万余元 直到表示自己已身无分文 对方才作罢 宣称贷款资金五个工作日内会到账 可等待了几天后 自己的账户上始终没有一分钱到账 周先生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您看 骗子就是利用了受害人急需用钱的心理 承诺帮你办理贷款 而实际目的是骗取所谓的手续费 验资费等等 并不会真的去帮助你办理贷款 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关键词 您也记一下 那就是无抵押 无担保 低利息 放款快 您想想 哪有这样的好事呢 在这里提醒大家 一定要提高警惕 如需贷款 要选择正规的贷款平台 对来历不明的贷款广告 要保持警觉 手机下载金融类软件 要在手机官方应用市场下载 不要相信 点击陌生人推荐的链接 也不要相信 以添写信息错误 刷流水 需转账到指定账户 账号异常解冻等等 要求转账汇款的理由 放款前要求转账的网络贷款 都是诈骗 如果发现被骗 要第一时间报警 并保存好相关证据 最大限度 减少我们的经济损失 继续来看新闻 近日位于南宁市开泰路的 凤岭南院小区 发生了一起高空抛物事件 一个装满垃圾的垃圾袋 从天而降 把一辆车的车顶 砸出了两个手掌大的凹坑 事后呢 小区的物业人员和车主 在丢下来的垃圾中 来寻找蛛丝马迹 还别说排查到了高空抛物的可疑肇事者 这辆就是遭殃的车 车主黄先生说 1月13号早上 他来取车时 发现车子的前挡风玻璃上 有一袋生活垃圾 走近一看才发现 车顶还被砸出了两个凹坑 经初步估算 黄先生的维修费需要2000多元 黄先生联系了物业同时报了警 为了找到高空抛物的肇事者 他和物业人员一起查看了肇事的生活垃圾 发现里面有私下的日历和小区里 一家超市的购物票券 那么碰到这个小票 那我就可以锁定他购买跟付款的时间 那我就知道是谁买的 那我在查电梯的监控 那我就知道他住哪一层楼 经过两天的努力 可疑肇事者锁定为二栋某住户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 从建筑物中抛制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外 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及于补偿 小区物业的陈经理表示 类似高空抛物的情况 在他们小区发生过好几次 他们已经申请安装高空监控 防范高空抛物的发生 乱丢垃圾同时也丢掉了文明 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抛物者楼上的邻居 也往下扔垃圾 或者是被砸的是你的车 会作何感想呢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高空抛物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还请手下留情 犯了错是要付出代价的 安徽一名70多岁的老人胡某和妻子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 由于小区内夜间有狗叫声影响休息 胡某便怀恨在心 他于2019年2020年三次用灭鼠药 含剧毒化学品肤乙酸 掺拌在骨头渣子里 投放在小区的广场上 造成了18名住户的22只宠物犬中毒死亡 案件发生之后 胡某赔偿了18名被害人经济损失 共计5万余元 获取了被害人的谅解 近日呢 法院判决以投放危险物质罪 判处被告人胡某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 法官停后表示 尽管被告人本意是想毒狗 并无伤人的故意 但是小区内的孩子或者是其他小动物 可能会发生误食 被告人行为给他人的生命健康 财产安全带来重大威胁 符合投放危险物质罪的构成要件 事关安全一定要顺之又顺 还有这么一件事 沈阳辽中区的吴某养的马踢死了路人 虽然他赔钱获得了对方家属的谅解 但是还是被判了刑 近日法院公布了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件 2020年3月13号17点左右 被告人吴某和金某相约六马 吴某用绳子将两匹枣红色的马拴在金某的皮卡车后梁上 当车辆行驶至辽中区的道路上 一匹马因缰绳没有绑好脱缰狂奔 马踢到了路边的行人 造成了行人福某当场死亡 行人黄某受伤 案发之后 吴某已经赔偿了被害人福某家属人民币40万元 并且取得谅解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某因过失致使他人死亡 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 应予以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 罪名成立 鉴于被告人吴某有自首情节 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 并且获得谅解 认罪认罚情节 可以依法从宽处罚 2020年12月18号 法院宣判 被告人吴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四年 小动物很可爱 但是发起脾气来有的时候也很危险 近日新疆的一位新娘本来是在一条乡村的小路上拍婚纱照 却窜出来一个不送之客 把这个浪漫之旅给破坏了 只见新娘身穿婚纱走在路上 突然窜出一只羊顶着新娘向前走 因为担心小羊伤害到新娘 跟拍摄影师便抓着羊脚将她拉走 没想到这个举动却把小羊惹生气了 一直追着摄影师嫌要报复 就这样一扬一人一追一跑 最终摄影师被追赶了好几条街 画面十分诙谐搞笑 接下来了解更多省内新闻 一起走进今天的百秒辽宁 随着摄影师解除重点管控区域的封闭工作 从昨天起329路329支线 175路158路176路288路267路228路 125路199路209路208路等12条临时绕行的公交线路 恢复原线路运营 据辽宁台网测定 1月17号11时21分51点4秒 在辽宁省大连市普兰殿 北纬39.38度 东京122.23度 发生M2丁五级地震 震源深度7000米 同时昨天0点21分 辽宁安山秀岩县也发生2.8级地震 以数字创新制造未来为主题的 2021中国水扬数字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在水扬市铁西区举行 来自中国工程院 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的专家 和数字产业领军人物通过线上线下互动交流 解析数字辽宁建设 谋划制造辽宁发展的新思路新路径 1月17号下午 大连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举行新闻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77次新闻发布会 大连市旅顺口区 区委副书记孙美燕 通报服务保障高校学生 寒假放假离校离连工作情况 截至2021年1月17号下午 学校已有6677名学生 安全顺利返乡 1月18号 1万多名学生离校工作将组织完毕 到1月20号 除少量暂缓离校学生外 住旅顺口区 包括大连医科大学 大连外国语大学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等6所高校 将全部完成放假离校任务 第一时间稍后关注 暖心举动救人一命 男孩过马路险被撞 交警不顾个人安危 飞身挡在车前 俗话说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近日 山东围方一超市 采用打点滴的方式 给电梯扶手消毒 视频中 扶手中间挂着两瓶消毒液 消毒液底部连着输液管 输液管下端连着刷子 据超市经理介绍 每部电梯的刷子一天换一次 因为电梯多 所以一天能用一筐刷子 职业幸福感 有时候来得凶木又突然 近日 胡本恩师某中学的吴老师 在休产假期间 偷偷回学校看望学生 结果场面一度失控 孩子们冲出教室 张开双臂 将他团团围住 看着学生们个个飞奔过来 想要抱自己 吴老师表示 那一刻很甜 其实晃东的镜头 也已经告诉我们 那一刻他有多幸福了 还有一种幸福 叫妹妹为哥哥操碎了心 视频中的这位哥哥准备上学 两岁的妹妹可没闲着 又是给哥哥准备鞋子衣服 又是帮哥哥收拾说包 直到把哥哥送去上学 忙前忙后的妹妹 才松了一口气 两岁孩子的早上 过得有点过于充实了 近日一段小短腿 汪星人的视频走红了 画面中 小狗仔们兴奋地举行 短跑比赛 一只身材圆润的小狗 因为腿短 只能像小海豹一样 贴地爬行 落在了后头 虽然动作慢半拍 但是狗狗主人说了 每次吃饭喝奶 他都是穷凶极饿的 也是 这跑步节奏不多吃点真不行啊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前几天 重庆与北区发生了揪心的一幕 一辆面包车在行驶的过程中 撞倒了突然从路边 跑出来的一名男童 情况十分危险 当这名小朋友横穿马路的时候 正好面包车从这里经过 就把这名小朋友压在了车底 据那个面包车驾驶员交代 由于孩童身材矮小 他经过那里的时候 没有看到孩童穿过马路 也就是说进入了 他的一个四线盲区 所以说就导致了 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男童被这辆银色面包车撞倒 脸部受伤 没有生命危险 民警立即将孩子送往医院检查治疗 而随后的酒精检测 排除了驾驶员酒驾独驾的可能 因为这名孩童只有两岁 为学龄前儿童 其监护人未尽到监护的义务 导致他在马路上横穿 而面包车这边驾驶员 他没有观察到位 然后也操作不当 也是此次事故的另一个原因 然后我们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 64条的规定 判定事故双方负同等责任 车祸就在一瞬间带来的伤害却可能是一辈子 所以说不管是开车的还是过马路的 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这几天山东辽城东俄交警大队的民警杨云杰火了 因为就在他直勤的十字路口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但是他的举动赢得了大家的赞扬 当天正值上班上学高峰期 杨云杰正在山东辽城东俄一中路口直勤疏导交通 突然一名小学生不顾旁边驶来的汽车 奔跑着过马路 眼看人和车就要撞上 危险一刻杨云杰急不向前一把将孩子抱住 车辆通过后才把孩子放开 杨云杰舍身挡车的一幕被监控拍了下来 不顾个人安危 飞身挡在车前避免了一场惨剧的发生 我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也知道一个孩子对一个家庭是不高兴 在这里要通过警通 也想想各位假装说一声 一定要对咱们孩子的安全教育 在一块儿一定要转好 也想对咱们家事院朋友们说一句 也通过学校路段 学校路口的时候 一定要坚促满性 注意交通安全 我们再来追踪一起 婴儿义军霜可能导致孩子脸部肿胀事件的最新现场 近日有家长表示 给孩子使用了一款名为 伊夫林多孝特护义军霜之后 孩子出现了脸部肿大的现象 并且伴有发育迟缓多毛等症状 怀疑是这款义军霜及该厂家的另一款婴儿霜 含有激素导致 接到举报之后 福建漳州成立了事件处置工作组 针对涉事企业 欧爱应同健康护理用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两款义军霜产品 涉嫌违法添加激素问题开展调查 昨天凌晨 福建省张州市卫健委发布通报 公布了对欧爱义军霜事件调查处置的进展情况 经由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检测 以确认召回的涉事产品 义军霜多小特护义军霜 和开心森林义抹书宝宝皮肤义军霜 含有滤背塔索饼酸脂 该成分为人工合成糖皮质激素类药物 有抗炎抗骚养和毛细血管收缩作用 婴儿及儿童不宜使用 目前企业因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 所在地卫健部门已将有关线索 移送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已传唤涉事企业主要人员 接下来浏览国内大事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日前表示 2021年春运将于本月28号开启 春运节前车票的预售较往年同期下降级六成 预计全国铁路春运客流将下调至2.96亿元素 民航局日前发布最新消息 截至到2020年底 我国通用机场达到500个 基本实现DT以上城市拥有通用航空服务的运输机场 涵盖了应急救援 高压电网 油气管道安全巡线等范围 近日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表示 2020年全国发生森林火灾1153起 受害森林面积约8526公顷 其中重大森林火灾7起 未发生特大森林火灾 2020年我国森林草原防火同比实现 火灾次数和受害面积双下降 工信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新船接单量超过韩国 时隔两年重新夺回接单量全球第一 据了解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双重影响下 全球造船业处于近30年来的大萧条阶段 各国造船企业手持订单都出现大幅下降 先为这一刻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 1月10号14时山东七峡五彩龙金矿发生爆炸事故 事故造成了22名工人被困警下 17号下午的1点56分 事故救援实现了3号钻孔的贯通 经过紧张下放套管作业 1月17号22时12分左右 3号钻孔开始投放挤氧 由牵坠带着牵引绳缓缓缓下放 由手电筒营养液药品纸笔等等 1月17号22点46分左右挤氧投放到底 救援人员反馈 有人明显的拽了钢丝绳 23时40分左右 救援人员缓缓缓的拽出钢丝绳 发现补给已经全部被取走 此外呢 从井下传回来了一张纸条 传回的纸条显示 5中段现有11人 6中段1人 另有10人情况不明 后续的救援工作 还在全力紧张推进当中 据记者现场了解到 有工作人员说 被困22名矿工都在 现场指挥部得知消息之后 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截止到目前22名矿工的具体情况 正在核实当中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